建庙将近200多年的新庄保员工 根据庙方表示 在过年期间有位姓仲到庙里求神问谱 希望为家人的健康祈福 结果把出了卡杯 像这种神机的出现 真的是百难得一见 也让不少前往参拜的姓仲值说不可思议 建庙已有245周年的新庄保员工 根据庙方人员表示 新春期间有位乡客 因为要替家人健康祈福 请示神明 结果直出卡杯 可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神机 也令信众泽泽称奇 刚刚进来的时候 有看到卡杯 就觉得很神奇 今年245年 有一个奇迹 就是我们245年 拨开杯 拨开杯 因为拨开杯 这个信徒 是要求到家来平安 家来 他找到路 接受到地方也说 泰主也说 他的比喻 让我们学家平安 庙方说通常拨出卡杯的意识 就表示神明有特别的指示 这个卡杯意义就是 神啊 和家平安 然而媒体在拍摄过程中 已经到底 信众泡杯 问行 结果是神杯 信众感谢神明听到他的声音神威显赫 拜拜祈求 慈父王爷保佑家人 身体健康平安 然后 宝杯的时候 问了王爷说 可不可以保佑 今年整年顺遂 对 然后王爷又给我神杯 为在信众中正路上的这些保员工 有信众泡出卡杯 乡客们直呼不可思议 庙方也希望新的一年神明保佑 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 记者黄又贤 新中报导